刚才在一个救助小猫的视频里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出来说两句 因为这个女士救助了一个这个孤苦伶仃的小猫啊 濒临死亡的小猫啊 所以在弹幕区有人说先生大义啊 然后就有人跟先生大义 结果过了一会儿大量的弹幕谈来 明明她是女士为什么要叫先生啊 什么年代了还管女士叫先生啊 她是个女的 她就是女士应该说女士大义啊 弹幕里头就哇哇各种吵起来了啊 有的说先生是怎么回事 有的说就应该叫先生啊 有的说不行就得叫女士啊 一会儿先生大义一会儿女士大义啊 结果看那视频的很多人都懵圈了啊 不是在说救助小猫吗 不是在说这位这个做着这个事情配奖太妙吗 怎么到底说先生还是女士还能吵起来 其实这个事之前我就说过一次 先生这个词在这里不是gentleman的意思啊 不是ladies and gentlemen里那个先生啊 不是指男性 有很多朋友现在出来杠 他是认为这个词是指男性 所以你说一个女性是先生不合适 但是其实之前把女性称为先生 是指的这个女士在某一个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贡献 请领为先生啊 然后在近代像什么冰心啊像杨将啊等等 这些女士都被称为先生 然后这个事情本来在学界啊 在文化界啊 在整个的这个教育界都没有任何争议 但是在互联网上就出现了诚意 这可能也就是因为互联网平台 现在让所有人有了随时可以发声的机会啊 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所以大家应该辨别一下 此先生非彼先生啊 这个如果多一些阅历 多读一些书啊 就不会那么着急出来说 你这个先生啊是指男性的啊 不能用来指女性啊 这是封建糟婆 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了 再重复一遍啊 这里的先生啊 是学者的统称 是对这个在某一领域取得卓越贡献的啊 有巨大影响力的女士的尊称 叫先生没有任何问题